今天格式希望怎麼樣 希望做一個框線繪製 那怎麼繪製比較好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這個範圍 幫我畫個紅色的線吧 紅色線幫我畫這個範圍 那我該怎麼繪製 其實按個按鈕就可以了 有沒有 第二個清楚框線 第三個的話呢 你想說老師那這個框線 我平常希望這一條線變成 現在是單線 我希望這一條線變成雙線 這一條線也變成雙線 上面是標題列 標題欄 那我怎麼去 把它做增加 框線 有沒有這一條 跟這一條 繪製成什麼 雙線 那你以後要怎麼畫啦 只要 你有規則就可以繪製 也不用重來了反正你按接按下去 他就自動幫你繪製完畢了 那一樣可以把這個框線清除掉 那程式該如何寫呢 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個 程式就一行 這個程式也就一行 這個的話比較麻煩 這個是 一行再加上 這個要畫一行 這個又一行 所以這個 第三個按鈕 要三行程式 那怎麼寫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把它清掉 原來的 那加框線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要怎麼樣加上那個 紅色的框線 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的話 一樣寫一個sup 那我也許給他一個名稱 要加框線 或者叫底線 紅色實線 那你可以加 這樣就可以了 加框線 OK 然後呢 名稱的部分的話 底下程式只要寫一行 那程式 怎麼寫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先跟他講說我的範圍在哪裡 Ranch 刮弧 A1 有沒有 到H7 這個範圍 幫我 把它框起來了 幫我繪製框線的話 你就是boulders 加一個boulders boulders 我要畫紅色的話 點color 等於什麼呢 RGB 什麼呢 255 因為紅色有嘛 沒有 綠色 沒有藍色 那就紅色 這樣的話呢 程式 就寫完了 OK 那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用錄製劇集的話 你會發現 哇奇怪 同樣的動作 他好像跑出10行以上的程式 可是實際上 寫這樣就可以了 OK 所以邏輯很簡單吧 那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 框線 所以以後的話 只要一個Ranch 加上一個boulders 的color 是什麼顏色就好了 當然如果你要變 原來黑色的話 你就是什麼 0,0,0就好了 有沒有OK 那如果你要清除掉的話 怎麼清 很簡單 就是跟剛剛講過的 只是說把剛剛的那個Ranch 剛剛的Sales把它改成Ranch 剛剛是哪一個儲存格有沒有 現在是哪一個範圍 其實你會發現Ranch跟Sales很多是相通的喔 OK 這邊可以用那邊也可以用喔 OK 把他的colorindex 等於沒有 執行一下 恢復了 有沒有 這底下 全部 又回來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畫個框線 這真的蠻簡單的 一行程式 一行程式 就搞定 當然除了用colorindex之外 後來我發現用lightstyle等於沒有 這樣也可以喔 兩個方法好像都可以 所以這個地方我用 假設我用lightstyle 等於沒有 好像 執行 也是OK 所以這個跟這個 兩個都可以啦 只是說 我們剛剛用的是上面這個方法 那不如我們也不用記太多的方法啦 反正 記你比較熟的就OK了 那最後的話呢 我是希望 加上 這一條 跟這一條 你想說 老師那這一條跟這一條怎麼繪製 其實 你直接可以拿那個上面這個 繪製實線這個來改就可以了 反正呢 一定要先 繪製這個實線 有沒有這樣子 底下兩行是說 我在畫這一條 跟這一條 要雙線的 那我怎麼畫 那個雙線部分 其實也蠻簡單 第一個的話 跟他講說 哪個範圍呀 可是特別注意喔 我要的是 這一個A1到H1 但是我要畫的雙線 不是全部喔 之前是整個範圍 的上下左右全部畫 但是如果我只需要畫的是 選舉範圍的下面那一條線的話 這邊有一個重牛把這個拿來複製 然後把它改一下 應該是A1到H1 對不對 然後呢 他的點 Folders 不過另外一點順便講一下 你會發現喔 Range物件 他 有刮幅 點下去還是會提示喔 但是Sales不會提示喔 這點 可能是兩者不太一樣的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 Folders 特別注意喔 那剛剛我們是點Cow了啦 不過喔 我現在呢 有一個地方我只要畫 這一個範圍的下面那條線 其他線不要的話 那有一個技巧喔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加一個小刮 加個刮壺 你會發現喔 如果沒有加刮壺的話 表示全部的線 但是如果你加刮壺的話呢 他可以針對你選的範圍 你要繪製 他的是上下左右 什麼什麼 左斜右斜 然後還有什麼中間有一條十字線 可以做設定喔 那我要的是 我選取範圍的下面那條線 所以下面記得喔 下面這個 叫Excel Edge Button Button就下面的 OK 下面這條線 然後刮壺一下 也就是說 你還可以再針對 這個框框的哪一條線 然後下面這條線 幫我的 什麼呢 不是顏色 是 線條的樣式變雙線 所以呢我們就不是 Color喔 而是什麼 應該可以猜出來 線條樣式嘛 那英文就是什麼 就LightStyle就對了 等於 後面給他雙線的那個敘述參數 可是問題你可能想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雙線是什麼 其實猜應該也可以猜出來 反正前面一定是Excel嘛 雙線不是Double 所以Excel要Double 可是假設啦 你不知道說 這個參數是什麼呢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LightStyle上面 按F1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LightStyle這邊就有個 就是LightStyle連結 點下去 它裡面就告訴你說如果你要雙線的話 有沒有 就是這個參數 但如果你將來要是什麼 虛線的話 那就這個 有沒有OK 所以以後你要哪一種樣式的線喔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在上面 按什麼呢 按F1 有沒有在這個地方按F1 LightStyle 按F1 它跳出來之後你再去選 它就可以找得到了 把 ExcelDouble 加上去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已經把這條線 繪製完了 我看一下 執行 那你會發現這條線有沒有出現呢 這條線就出現了 有沒有 那這一條 顧名思義啦 同樣的 同理可證嘛 那你可以直接拿這個 這行複製嘛 然後貼到它的底下 把它的範圍改一下 A1到A7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A1到A7 A1到A7 然後呢 它的什麼呢 剛剛是 XL 這個H Button 那 這個變成是哪一條 它的什麼呢 應該是 右邊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只要再改什麼 其實當然 有個方法啦 就是你刮弧再打一下 不然你其實這邊可以把它改成Right 也可以啦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 你可以把這個Delete掉 然後再刮弧一下 有沒有 它就出來了 然後你會找一下 右邊的那個 XL EdgeRight 有沒有 點一下 後刮弧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 我們來執心給各位看一下 執心 有沒有 這一條也畫出來了 所以同樣的方法啦 其他的話 還有 蠻多 可以這樣繪製的 部分 清除是一樣的 所以清除 加沒有 兩條 紅色的實線在這裡 請各位試試看 可以把這個地方 參考一下 我剛剛 這個做的動作 都在雲端白板的第10頁的地方 當然還有其他更複雜啦 有興趣的同學自己再看一下好了 那順便講一下 請各位把 第8列跟第9列這個說明拿掉 可是 你把它拿掉的話會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按鈕怎麼樣 變形了 所以如果你要 要刪除某一些列 你要避免掉那個 按鈕 變形的話 教各位一個方法 記得 按右鍵 然後呢 點旁邊一下 再按Ctrl鍵 乾脆 乾脆把這些全選算 如果不要讓它變形的話 記得喔 你可以按右鍵 底下有一個叫儲存格式有沒有 我把物件格式 物件格式 把它的那個 摘要資訊喔 改一下喔 預設的話有沒有 它這些按鈕喔 它的預設狀況是大小位置會隨什麼 儲存格而變 那也就是我剛剛把這兩列刪掉的話 那就是這兩列的儲存格不見了 那它會怎麼樣 欸 它會隨著改變 所以它被壓扁 因為它高度改變 那如果不要改變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請你把什麼 大小位置 布水喔 特別是多一個布喔 OK 所以請你把這個選項 改動一下 布 好 這時候有沒有 點開 點掉之後的話 你再把第8列跟第9列刪掉 它會變形了 看一下 會跳一下 但是按鈕有沒有改 按鈕沒事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剛剛我們主要是 講的那個這個框線部分 一個實線一行 兩行 這個是三行 OK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把第8列跟第9列刪除了 因為 再來後面我們就要講有關表單的設計 因為 如果我們 希望 把那個 使用者要輸入的資料 直接他也可以輸入到Excel 不過 錯誤擺出啦 所以通常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要讓他輸入資料的話 乾脆就 讓他在表單輸入吧 等他輸入完之後你再把那個表單輸入資料轉移到Excel 這樣會比較保險 為什麼因為如果他輸入錯誤就不要讓他輸入進去 這樣子的話你就不用一直幫他檢查錯誤 有些人喔 真的亂七八糟 隨便亂輸入資料 每天都幫他改資料就好了 他也不承認 你跟他講說你這樣不要這樣 他現在還是一樣 還是錯 每天都幫他做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用表單他就沒辦法 因為你就限制 抱歉 改不了 OK 所以呢 那這個剛剛講的部分 其實也有一點像把 Excel拿來當資料庫來用了 因為 這個以前的話是要另外存掉一個資料庫啦 不過我是覺得 不用那麼麻煩吧 OK 為了說要存資料要弄個什麼 SS 現在很多公司都沒有了 或者是你要弄個SQL Server SQL Server又是 這個什麼呢 這個IT人員管的 他要開權限 那他永遠都 太麻煩了 所以有的時候 你不如怎麼直接把Excel當資料庫吧 OK那待會再來看 如何把那個在Excel裡面的設計表單 試試看 那剛剛我要講到就是那個框線部分 就是如果要繪製框線還有實線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 把那個第八列跟第九列那個有個說明文字刪除 試試看 好 好